老板 你能带我进去吗 我没有卡 进不去 你是要送外卖吧 你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老板 我在八楼的一家公司 兼职做保洁 那个老板 让我两周过来一次 一次二百 工资按月结算 可是 这都最后一周了 我怎么也联系不上那个老板 是不是因为我笨手笨脚的 哪里做得不够好啊 可是 他怎么也得给我一个答复啊 眼看着我弟弟 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还等着这笔钱 给他交学费呢 这样吧姑娘 你先别着急 我去八楼的那家公司 给你问一下 小张 你先带这位姑娘 去办公室等一下 好的老板 走吧 姑娘 你就坐到这儿等吧 好的 哎 纳董 你怎么来了 快坐 我过来 想找你问点事 小王呀 你先去忙吧 纳董 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是这样的 李总 我在楼下呢 碰到一个外卖员 他说在你这里 兼职做保洁 他说 这马上就要结束了 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你 我就过来问问 是怎么回事 啊 纳董 你说这事啊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 现在有了全职的保洁 我认为 就没必要再让他来了 那人家之前的工资 你总得给人家结清吧 也就不到一千块钱 这点钱对于你来说 也不算什么 就因为这点小钱 值得纳董 你亲自到公司来找我 人家辛辛苦苦的工作 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 你嫌人家麻烦 早点给人家把工资结了呀 我有的是钱 我就不想给他 他能把我怎么样 我真没有想到 你居然是这种人 我告诉你 人最基本的就是诚信 人无信不利 也无信 不信 我看像你这样 公司迟早要倒闭 你啊 你什么你 对了李总 你连一千块钱 都不舍得网出拿 我很怀疑贵公司的经济实力 我们之前的合作 全部解除 纳总 您就因为这一千块钱 就要解除咱们 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 小事看人品 你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 你拿什么福重 得人心者 得天下 失人心者 失天下 你连人都没了 你拿什么跟我合作 纳总 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他还不行吗 别 李总 这点能力 我还是有的 你就等通知吧 哎 那走 哎 老板 怎么样了 那个老板啊 他换手机了 他也联系不上你 他感觉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啊 他又多给你拿了一千 来 这里是两千 你先拿着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不客气 姑娘 你先坐 那个老板说啊 你做得很好 打扫的也非常干净 但是他那边不需要兼职了 啊 那好吧 姑娘 我们这里呢 正好缺一个打扫卫生的 如果你方便的话 在我们下班以后 你可以每天过来打扫 真的吗 老板 那太感谢你了 我给你鞠个弓吧 哎 别别别 姑娘 你能为你弟弟打两份弓 我相信 你一定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这样吧 我呢 先付你一些定金 这里是三万块钱 你先拿去 给你弟弟交学费 老板 这 你就拿着吧 以后啊 好好做事 老板 等我弟弟大学毕业之后 我带着他 一定当面感谢您 谢谢您老板 谢谢 谢谢 轻点在家了 这不娜娜怀孕了吗 我给你盖点土鸡蛋 行了行了放下吧 哎 娜娜娜 你问我 我哪知道 那我等他一会儿 说两句话我就走了 哎 妈 您来了 您来之前 怎么也不跟我说 我好开车去接你 妈手机不好使了 你这不怀孕了吗 妈过来看看你 这咱们家老母机下的蛋 妈给你拿过来补补身子 这时候不走了 妈还赶车呢 我就先走了 哎 妈 您这么着急走干嘛呀 您都多长时间没来我们家了 这次过来 您就多住几天 多玩几天 妈 您先休息一会儿 小兵前两天 正好买了一条鱼 在冰箱里冻着呢 咱们中午 做红烧鲤鱼吃 那可不行 那是小兵给我买的 我要过生日吃 什么红烧呀 黑烧呀 爸 不就是一条鱼吗 等您过生日的时候 我再给您买就是了 我妈 她好不容易才来一趟 你说的那么轻巧 再买一条不花钱吗 你又不上班 我儿子上班不辛苦 你就不懂省得点家吗 爸 就一条鱼而已 它又不值几个钱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有些人 他不当家 不值到陈米 又也贵啊 娜娜 这鱼妈还是不吃了 妈就回去了 妈 今天 您必须吃了饭再走 今天这鱼啊 我还吃定了 爸 如果您不同意 我现在就给小兵打电话 看他同不同意 老婆 你不用打了 你做的非常对 爸 你们的对话 我都听到了 小兵呢 你傻 爸给你省钱 有错吗 爸 您也有女儿 你说有一天 你去我妹妹家 她的婆婆 连条鱼都不给你吃 你会怎么想 再说了 我岳母 她又不是外人 既然娜娜喊您一声 爸 那您 就应该把她当作女儿一样去疼啊 既然 我岳母来到了咱们家 你就应该 把她当作自己人一样对待 怎么能因为 一条鱼 去寒了人心呢 爸 您平时怎么对我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我妈 她一年也来不了两次 别说炖一条鱼 就算炖十条鱼 那又怎样 还是在您眼里 我娘家来人了 连一条鱼都不如啊 我 行了爸 你别说了 妈 你们歇一会儿 我现在啊 就去把那条鱼给炖了 妈又给你个天麻烦 妈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这次来呀 您就多住几天 就当是多亏陪娜呢 好了 你们娘俩 现在坐着吧 我去给你们做饭 自己爱的坚弱 想拨出的怀托 可爱的群众会不能相拥 一道开满花 却看见天边一片点远风 让你回无影走 记忆里有翻涌 冰尝大枯太难却从容 请不吝点赞 适合